经北京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按程序报批后 决定6月16日即时起 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3级调至2级 截止6月15日24时 累计报告116例检测阳性者 其中确诊病例106例 无症状感染者10例 所有病例均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有直接或间接的流行病学关联 此起聚集性疫情已波及9个区 28个街道 包括在3个省市 引发了相关病例 本起聚集性疫情 初步判断 由人际传播或物品环境污染 引发的感染所致 且密切接触者中 出现了明确的续发感染 表达 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